根据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 我是小雪 头戴地面 经受精干 不怒自危 北周五帝宇文雍的头像复原图 3月28日 由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携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公布 这是我国首次以科技考古的方式 复原古代帝王容貌 复原后的头像显示 宇文雍符合典型的东北亚 东亚人长相 与人们想象中鲜卑族须发茂盛 发色偏黄和高鼻深目的相貌大不相同 同时与唐代画家闫立本笔下的 北周五帝形象相比 复原后的宇文雍更显轻瘦精干 1994年至1995年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孝陵成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现了宇文雍颅鲁骨 织骨 以及天元皇太后喜 明具了这位鲜卑族帝王的身份 发掘下来以后 到最后墓室的偏到永道口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大的墓志 这个志诗上面写的是九个大字 就是大洲高祖五皇帝孝陵 这就确定了 史书记载 出身鲜卑族裔的宇文雍 统一中国北方 为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他还怀有贫突厥定江南的雄心壮志 考古团队发现宇文雍所属的鲜卑人群 至少有60%的主要血统 来源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东北亚人群 不同地理区域的鲜卑人内部 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的 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与周边的人群 长期通婚融合的结果 这也为南北朝时期贵族之间 胡汉融合找到了直接证据 2018年开始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 用专门适用于古DNA的捕获探针 从北洲五帝织古样本上 获取了约100万个可用的基因位点 还原北洲五帝头发皮肤 除了瞳孔等关键特征 经过6年的反复尝试 终于描绘出与庸投下 公元578年 年仅36岁的北洲五帝 突然恶极发作死亡 他一年早逝的原因 也在这一次的考古工作当中得以揭示 可能是长期服食了丹药 导致的深中毒 再引发了系统性的疾病 五帝的深元素的鉴定结果 是远高于所有已知的个体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的震惊 北洲五帝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上层热衷于 服食道家丹药追求长生 但丹药中往往掺杂着 许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却不为人知 所谓的长生丹药 往往反而成了慢性毒药 成绩不为 它是在肢骨上而非在腹腔 那么我们觉得 包括它的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 综合考虑 它应该是一种慢性中毒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导致它的肢骨上面有黑色的成绩斑 深元素非常高 是正常人的100多倍 这种异常的成绩斑 很有可能是深元素导致这个骨髓坏事 反应的这种情况 史料记载 公元575年至578年4年间 五帝多次发病 研究认为 它当时的病理表现 也符合慢性深中毒的特点 刚才的报道里 科技考古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那么五帝宇文雍的一生里 它的饮食结构是否发生过变化 它的皇后的身上 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下周我们将继续关注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既是对最新的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的 几种展示和讨论 又引发了公众对考古发现的好奇心 其实评选的关键词有两个 既是专业的也是公众的 那今天的连迈探古 我们要集中对话四位考古界的大咖 他们也是这一次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审 针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要请他们做出解答 第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 这一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请陈兴灿所长来解答 我们是从这么一千多个项目里面 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进入中平 进入中平的是22项 应该说非常激烈 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时间上呢 我们涵盖了从旧时期时代中晚期 也就是距今10万年 到近百年以前的抗联的革命遗迹 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呢 是过去很少见的 那么从地域上来讲呢 也非常罕见 我们从4700米的青藏高原 阿里地区的梅隆达普遗址 一直到南海西北坡水下1500米的这个两艘沉船 从北疆的这抗联遗址到这个东南沿海的科丘头遗址 那么再到这个新疆的摩尔斯 其实是涵盖了中国的东西南北 四支都有 当然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发现是在中部 在中原地区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特点 实际上发现呢 它是对中国每年上千项 其实是以前好几百项的这个主动性发掘项目 和配合基本建设的 我们保护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汇总 从专家的角度考虑的主要都是学术价值 就是它是不是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 是不是提出了重大的学术问题 是不是填补了空白 对吧 是不是改写了历史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主要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 谢谢陈所长 所以呢是时间空间 普遍性还有代表性方面的综合考虑 接下来要问到王威教授 这次的十大新发现里面 史前时期的项目 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个特点说明了什么 我们评委内部说 这22项 每项都入选十大 都是够资格的 也是很少见的 史前时期 占据半壁江山 这个特点说明什么呢 说明因为这个阶段 正是我们中华人民的起源 到形成的关键的时期 而且这些发现确实 很多程度改写了我们的认识 在你比如说河南永泉王庄 它实际上是 黄河下游地区的大风口文化的东进 在这个河南东部 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中心 比如说郑州商城 第一次在郑州商城内发现 商代前期的高等级的墓地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 还有黄金器的出土 尤其是黄金的面罩罩在脸上 让我们马上想到了前两年 宾级高度重视的三星队 三星队的黄金面罩 它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埃及的图腾卡蒙木啊 希腊的麦西尼的这个黄金面罩 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 比三星队略早 也早个百年左右的 在商代前期 我的高等级的墓葬 竟然有这样的习俗 这就是有突破性的意义 谢谢王位教授 刚才王教授提到了 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 到形成的关键时期 所以这些发现 也在很多方面 感谢了我们的认知 那同样是这个问题 我们再从公众的角度 要问到高星研究员 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来理解 这些旧石器考古的价值 那对我来说 我就是做史前考古学 主要是做古人类学 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所以对于这些项目入围 我都感到特别的欣喜 这些项目是在告诉我们 人类99%时段的历史 类似怎样生存演化的 我们的祖先是谁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怎样演化到今天 这样一个状态 这一次有十项成功入选 当然每项都很重要 可圈可点 比如说山东跋山遗志群入选 它是记录了十万年前 到两万年左右这个时段 人类在山东这个区域生存演化 而且通过几个地点的衔接 它的地层特别清楚 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区域 也就是中国东部地区 演化十万年以来的历史 被这个遗志群给书写了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 历史书上所缺乏的 都是要通过考古的研究 把它们发掘 然后书写出来 这个历史的故事的 谢谢高兴研究员 从他这个分析当中 我们也体会到了 完善历史拼图的过程当中 考古工作的专业性和艺术性 我们接下来要聚焦 前面提到的水下考古 要问到霍威院长 南海西北路坡1号 2号 沉船遗址的发掘研究 它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中国考古学 现在我们可以说 叫上天入地下海 是一个全方位的 全系统的大考古 因为这次发现的 这两处成全遗址呢 都是深海遗址 具体来讲啊 它的海洋深度 已经达到了1500米公尺以下 这是世界海洋考古上面 可以说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们 在深海首先创造了这个记录 1号沉船主要装载的是我们明代 非常有名的各种青色的 白色的 还包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法画器 那么2号沉船呢 却是主要装载的一些原木 沉的这两艘船呢 很可能他们的主人 都是民间贸易的商业主 也反映了我们 一个是政河下乡以后 我们整个官方贸易的 航线的开拓 还有呢就是民间贸易 也通过这两艘船船呢 也反映了它的这个 非常生动的这个场面 谢谢霍卫院长 真是有了考古学家的上天入地 才让我们看到历史 灿烂多彩的图景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继续请出 陈所长和王教授 全国考古新发现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那围绕这些新发现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还有就是考古 它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 怎么样能够让普通人 更多地去看懂它 理解它 喜欢它 我觉得这是中国 展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平台 十大发现本身 也是展示中国考古学 发展的一个窗口 因为很多的遗址 实际上是保护不下来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发掘 通过这样的十大考古 发现的评选 很多遗址可能就可以保护下来了 比如说书院节 很可能就因为十大发现的评选 把整个墓地周围这块都保存下来 成为一个文化景观吧 这个我想也是评选 十大发现的额外的价值 最开始可能多多少少都是为了提高 这个考古发掘的质量 考古研究的质量 那么现在慢慢走出圈外 既对考古学家本人 考古工作者本人会有很大的促进 对公众也是一种引导 大家看呢 同学实际上是引起了 相当多的公众的 跟考古没关的这些人的注意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 也会对我们遗址的保护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和整理 起到很大的 很正面的推动作用 可以看到各个考古发现 无论是史前历史时期 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 最大限度的应用 让我们获得的知识 要比原来要增加得多得多 这些这几个方面都折射出 中国考古迎来的黄金时代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些发现 所能体现的我们课题意识的增强 围绕着人类起源 文明农业起源 文明权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这几大课题发力 有些很多发掘 有国际的事业 比如跟其他文明之间 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 交流互建等等 尤其是总书记 十八大以来 强调要活起来 遗迹遗物 文字活起来 在这个活起来的指示下 我们的考古 考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的通过 比如像师大发现这样的 全程的直播 还有比如说很多 比如说遗址的说明会 我们考古工作者深度地介入 各个遗址博物馆的展示策划 本来考古就是一个接地气的 但是原来民众看不懂 发掘完了就简单回田 不让老百姓种地 不让是盖房 有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 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媒体的各种宣传 让民众第一对历史文化 对遗迹对博物馆感兴趣了 第二通过我们的展示的进步 我们能让民众看得懂了 然后甚至通过一些 数字画的手段有兴趣了 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的考古的黄金时代 非常感谢四位考古界 大咖的精彩答疑 全国十大考古经发现的评选 既反映了我国考古取得的 显著成就 也是公众及时了解 考古成果的重要平台 希望这也能够成为 考古界与公众加强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数据搜索 来看过去一周最受关注的 考古文博话题 那关于考古文博最热的话题 除了2023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外 还有四个话题集中在了热搜榜上 分别是大学生廉价版龙门石窟 21个天水文物国宝喊话了 5000多年前的春日穿搭 美出高级感和龙年龙抬头 看龙门石窟天花板集乐舞 其中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的平台上 有一类模仿创新的龙门石窟的视频 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过去一段时间 特种兵旅游是大学生最盛行的旅游方式 随着高校开学 不甘寂寞的大学生们又在寝室里整活了 墨镜一戴 双手合十 镜头丝滑一转 人却还在宿舍 只不过多了一尊宿舍真人版的廉价石窟大佛 这类转场视频也是继特种兵旅游后 大学生们重操就业 开启的电子打卡旅游的新赛道 在这些视频的留言区里 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 自己看多了假的大佛 反而对真正的龙门石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想要一睹其真面目 那也有网友调侃说 不是龙门石窟去不起 而是宿舍版更有性价比 不是金光神迹遇不到 而是是有打光能够追着跑 主打一个办过就是去过 身在宿舍心在远方 这些大学生真的是把穷游玩到了极致 而在互联网平台上 抖音总共是有6300多条信息 参与讨论这个话题 参与占比高达42.38% 在今日头条和知名的汽车资讯平台 懂车地上 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同样也很高 那这些平台里发布内容的最活跃的账号呢 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带有高效标签的社交账号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是大学生群体自发发起 并且形成的热议 数字时代 注意力是极为宝贵的资源 大学生们在社交媒体上 通过模仿已有的内容 并且加入到个人创新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以最低的成本成为了网友们了解名胜古迹的一扇窗口 而一个个景点在社交媒体上有了约定俗成的图文框架 也吸引着更多的受众群体纷纷想要到此一游 陕西宝基一个拥有超年历史的古老城市 和尊等国宝重器都在这里出土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 陕西宝基的下战遗址 被国家文物局纳入到了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 秦汉时期它为何被称为皇家祭祀的圣地 600年的岁月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考古迹 只要看到女人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遗址 应该是跟祭祀有关的 这个车的前面应该是有四匹马 就是它全都是未成年的个体 就是一个铁约在马身上 用来穿绳子的一个器物 陕西宝基 一个拥有八千年文明的古老城市 周勤文明的代表何尊 被誉为中华第一盘的西周来盘 都在宝基被发现 2020年 就在宝基市的陈仓区 一个曾延续了600多年历史的祭祀遗址 被意外唤醒 就是现在的夏战村 当时有聪明在挖这个蓄水池的时候 挖到了一批玉器 有一个东西呢 给它印象特别深 就是它拿这个手笔画了一下 就是这么宽 薄薄的 然后刻画了眉毛眼睛 这东西就是跟我们在雪池挖到的 那种薄片片状的玉人 是一模一样的 雪池遗址 位于陕西省宝基市凤祥区血池村 2016年开始发掘 是目前考古发现 时代较早 规模宏大 兴致明确的秦汉时期 大型祭祀遗址 似曾相识的玉人 让游富翔和他的同事们 嗅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 拿手笔里面 我们存着我们在雪池挖掘的那个玉人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照片 调出来给那个老相看 然后他就看就是这个东西 只要看到玉人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遗址 应该是跟祭祀有关的 智祭是秦的祭祀传统 它始于秦国的开国之君秦相公 此后秦汉两代帝王 在雍城 也就是如今的宝基地区 先后设立夫制 密制 无阳上制 下制 北制 分别祭祀白帝 清帝 黄帝 炎帝和黑帝 史称雍武制 文献记载 武制中只有密制一处 位于渭河以南 夏战村恰好在这一区域 经过勘探 考古工作者们 在夏战村 发现了1400余座 和祭祀坑 总面积达到了近23万平方米 我们第一天就选择在它的边缘 去做工作 然后挖掘到了特别多的砖瓦 我们大概是从几万片陶片里面 发现了这么两片 它刚好是密制的 一个是上半部分 一个是下半部分 带有密字文的陶器碎片 来自两件不同的陶器 但碎片上刻画的文字 恰好组成一个密字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确定 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文献里面自载的那个密质 就相当于这个确实的文字材料 就帮我们证实了这件事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 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 近几年重点发掘了99座祭祀坑 这些祭祀坑的形制和分布 呈现一定的规律 在我面前的这个长条形的祭祀坑 是下站遗址当中数量最多的 这种长条形的祭祀坑 最长的可以达到100米 里面埋葬的这个动物 牺牲的数量可以达到80只 长条形祭祀坑埋葬的动物 以牛为主 摆放整齐有序 间隔数米或数十米不等 还有少量的羊 通过对动物骨骼的检测发现 最早的祭祀坑 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 距今约2600多年 从目前来看就是 这可能是一头牛 然后这个是它的头部 它这个是食草动物 比较典型的这种半月形的牙 然后另外看到它的下颌骨 比较粗壮 然后我同事那边在清理的 那个应该是露出的 一部分的牛角 我们初步统计一下 整个这个椅子23万平米 几千座祭祀坑 大概这么多年 使用了数万的这个牺牲 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 比如说牛在当时 主要的这个生产力 对吧 牛羹 按道理来说 除了祭天 普通人你都不能杀牛的 杀牛是属于这个大罪 如此大量的动物祭祀 说明下站遗址存在着极高规格的祭祀 这个在你们工作当中不算特别的深吧 这个坑 不算了 不算什么了 这个坑 现在看到这个稍微有点弧度的 看上去圆圆的 然后上面还有残存一点红色漆皮痕迹 这个就是当时车的一个车轮 这个车的前面应该是有四匹马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弩机 这是个弩机 然后这个是成功器 其实是兵器的一个部分 这个弩机就相当于是弩的扳机 这种长方形的车马坑 是2023年联合考古队的发掘重点 坑内通常是四匹马一辆车 它们被放置在祭祀坑底的木箱之中 根据残存的遗迹 考古工作者推测 它的形质类似于文献记载的路车 所有的马都带马具 然后车的这个构建也都是齐全 到了从战国晚期开始 它可能会出现一种专门 就自作用来就不适实用的车 虽然它的大小跟征车差不多 但是它是用来祭祀的 早期在至刚刚建立之初 祭祀遗物多以动物牺牲为主 到了春秋晚期 开始出现车马祭祀坑 而到了战国中晚期 祭祀的礼制开始趋于规制化 真车马逐渐向模型车马演变 同时还伴有固定的玉器组合 就是在车厢的前部 它会放一件男性女人 一件女性女人 然后一个玉丛和一个玉皇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祭祀玉器组合 有点像那个秦始皇兵马俑的发型 这个你看眉毛眼睛刻画的 还有上面的这个胡须和下面的 然后还有腰带 这个刻画的是很形象的 这是女性 发饰不一样 你看那个就是汉代初的那个勇 它那个女性的发饰 它是向后的 对 所以它并没有凸起来的一个发迹 有人认为就是说 一男一女它代表朴实的人 然后还有一种解释 代表这个巫师 就是通神的那些人 祭祀用玉的组合 凸显了祭祀的规范化 而车马坑中出土的精美精气 也展现了高等级的祭祀规格 这个是一个节约 车马器上在马身上 用来穿绳子的一个器物 它主纹是盘毁纹 就是一种变形的一种蛇纹 它的底纹呢我们可以看 它下面都是一个个的圆珠纹 这个呢它的名称也叫做节约 它是穿两根缰绳用的 它的那个中部呢你看 会有像羊头一样这种东西 应该有北方草原文化的一种特色 我觉得就是秦在 这个东周列国里面 是对于这个精气使用 真的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跟它处在这个西边 跟西边的交流有关系 北方草原或者是西域的一些国家 中亚的一些国家 特别喜欢黄金 近2023年 联合考古队就发掘了 1100余件文物 他们讲述着秘制祭祀 伴随着秦国 由侯国向大一统王朝国家变迁的故事 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秦汉时期 延续使用时间最长 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存 这里见证了古代祭天理智的发展 也将尊义祖先的祭祀文化 与国家昌盛的美好祝福 传承延续 探寻了陕西宝基下站遗址 那件让遗址重建天日的小育人 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你觉得这些育人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代表普世的人 还是通神的巫师呢 欢迎扫描二维码 登陆看看新闻客户端 找到中国考古报道专区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